哇哇哇哇哇 大家冷靜 大家冷靜 我的經驗 CAMELA超過22隻 就是國有大事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今天讓鯊魚媒體們 怎麼踴躍包圍柯市長 原來是國民黨昨天初選結果出爐 國民兩黨總統候選人底釘 韓菜對決正式形成 但兩大黨初選過程爆出很多爭議 隔岸關火的柯市長你怎麼看呢 如果要做評語就兩個字叫荒謬 不管是民進黨或國民黨的初選民調 差一個月 理論上差一個月也不至於說 民調大幅震盪多少 好一點講說台灣人民太調皮了 那另外一個角度台灣人民 這個實在是臂下一棒 我倒還是那一句話啦 我覺得台灣不應當今天走到這個局面 不過國民兩黨候選人都出來了 柯市長有沒有比較看好誰咧 反正兩黨的候選人已經出來了 不管是小英或是韓國瑜 我們還是給他一個機會來 讓他們說明一下 他們有沒有辦法讓我們相信說 台灣將來會比較好 雖然是說要再給小英跟韓國瑜一個機會 可是柯市長還是不改大炮性格 忍不住抱怨 曾經小英是有機會 可以把他弄好了 怎麼會搞到這種局面呢 不過身為民調撒咖度的一咖 柯市長現在是否宣布參選2020總統大選 也是外界關注的焦點 這個這麼困難的題目 哪裡是一天可以想出來的 其實你們還是不太了解 我是跟你講啦 不管當醫生當市長 對我來講我就是工作 我也不會說因為這樣 所以我也不會去想說 我要做什麼做什麼 因為就算做台北市長 要做的事情都做不完了 所以我沒有說一定要這樣 也是啦 柯市長不像小英跟韓國瑜 沒有政黨和立委支持 就算選上總統 應該也會當的很辛苦吧 其實我是講 我當台北市長是相當辛苦 因為就是沒有人嘛 也沒有自己的班底 那要一步一步從事務官裡面挑人上來 所以說一開始也是會人員更換很厲害 這個就是很痛苦的一個過程 所以知道這實在是太辛苦了 所以為什麼一直很猶豫就是這樣